大家好 欢迎收听《望行骗辑部》的节目 今集继续跟大家跟进一下光成者的案件 至于许刘先生我今天还未能联络他 我相信他仍然处于右舍自重 所以暂时由我来代替他这个位置 跟大家继续跟进一下法庭芒新闻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望行骗辑部正乡暴同浪冷气》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关于这件案件 涉及那七人被控串谋煽动颠覆政权 当中有五人被判刑 另外也有两人会押后被判刑 当判刑结果出来的时候 很多网民都不收货 有人就说 哎呀判刑太轻了 最少判他三年了 另一位就说 轻判是皇冠 还有也有人说 为什么判得这么轻呢 另外也有网民这么说 法官说的话有理有据 希望你判重点 但是这次判刑的结果实在太令人失望了 到底是否判得这么轻呢 为什么会导致这么多人不满意呢 先要说一说 这个组织叫做光成者 当中有七名成员被指摆街站 呼吁人家要以武力推翻这个政权 正因为这七人早前也承认了全谋煽动颠覆政权罪 其中有五名成员未满21岁 刚刚过去周六的区域法院判了五人 这五个未满21岁的人判入教导所 而这案子也是有未成年人士因为国安法而被定罪 至于另外两名人士就会押后到11月25日再讯 而审他这案子也是国安法的指定法官郭伟健 他在判刑时就指出 这案子整体上属于情节严重 但被告对香港和国家有严重错误的观感 正因为这样也产生这种流血革命的思想 同时他也试图说服其他人进行这个无底线的抗争 即使有一小撮人被煽动 对社会都会构成治安上的风险 而法官也特别提到 年明被告安法时非常年轻 不成熟或者受到一些误导 在他们进行犯罪的时候 那个犯罪情节就较轻 也考虑到公众利益需要对他们判处一些阻吓性的刑罚 所以如果单级只是判他们社会服务令 那是不够的 法官也平衡了阻吓性 以及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更新 所以最后就判了这五人进去教导所 当众法官提出了几项理由 第一 被告是受到当时的氛围所误导 所以才产生这个极端思想 而被判入教导所的被告 当众分别有 两男三女案发时只有15至18岁 而其余那两名被告 最后蔡永杰和陈又俊 就会押后到11月25日再寻 法官也特别看到年轻人不成熟 受人疏擺一般都可以减刑 还有这五名人士都是出生于小康之家 就不是什么穷困之家 虽然当中有人属于单亲家庭 但是也不缺乏家庭的关爱 法官也继续指出 他们上学的成绩都不差 不是不懂思考的 他们相信就是受到当时的气氛所用到 导致出现一种错误的观感 认为中央和特区政府是极权政府 令人失去自由 所以才产生这种流血革命的极端思想 在当时来说 的确很多人都在宣扬着 这个特区政府是极权政府 当警察止暴制乱的时候 就说这个社会是警察社会 同时也误蔑中央政府 是扼杀特区的民主自由 这些圆圆寸寸 是出自部分的政客 又或者阴谋家 所散播的谣言 如果特区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 你们犯了这条法例 还会不会只是判你入教导所 这么简单禁而弃呢 另外 法官也特别看到有被告 在求情的时候 是会说自己会多角度思考的 其中一名被告在求情信 就引述《中国的民主》的白皮书 只会从多角度思考以前所获得的咨询 法官认为这种做法非常值得赞赏 我想其他被告都应该要学习一下 国官也特别强调 他不期望这些被告会改变他们的思想 无论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基本上都应该要基于一个客观的事实 需要亲身阅读多方面的资料 从而再作出分析 国官也特别指出 大家对国家和香港有多深的认识 大家都要想清楚 对于留还是否留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得益 另外也特别提及到 香港本身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例如宋旺台、九龙城寨 法官也特别指出 无论大家喜不喜欢也好 香港在历史上和法律上都是中国的地方 无论中国政府做得好不好 是不是都要流血革命呢 好了 接着国官也特别提到 虽然他们被控串谋 但是也已经有付诸实行的行为 他们持续执行大家所约定的非法协议 如果警方没有向他们执法的话 很可能就没办法制止他们的非法行为 他们以光成者的名义 鼓励人要武装起义 推翻政府 这个行为足以构成实质的罪行 是涉嫌多次的煽动行为 关于这件案 国官特别提到的 这件案的性质是属于情节严重的 因为根据港区国安法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如果属情节严重的话 就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就处以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区役或者管制 不过辩方早前也历陈本案 纯束情节较轻 而法官在判刑的时候也特别指出 组织发布言论 和多次提及武装起义 流血革命 无底线抗争 以及以及和理非抗争无效 等等的说法 又组织 类似法国大革命和湖南革命 这种基础 当中带出要武器起义 才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法官就认为 被告试图说服其他人进行这种无底线抗争 和革命是属为一出路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 有人因为他们被煽化 但被告对这种理念深信不疑 如果他们遇上有相同背景 又或者有相同想法的人 又有很大机会能够成功煽动到人 他们可以煽动一些甚至没那么成熟 或者主张过和理非的人 尤其是有不少人对国安法都传有偏见的 即使只不过是一小撮人 甚至只是一个人被煽动都好 都有可能对社会的治安求成威胁 并且影响到城市的安定 所以就不容许这种思想散播 国官考虑到这件案的煽动内容 所以就裁定这案是属于情节严重的 之后法官也特别提及到 案情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就是鼓励其他人去进行体能训练 法官就认为被告发布帖文 就不是鼓励即刻进行革命 而是鼓励相同理念的人要收文集母 将来武装革命很可能会出现更加血腥 并且可于短时间之内煽动其他人 在正式行动前要隐藏自己 拿人防不胜防 我自己这样看 进行体能训练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的动机就很大问题了 收文集母也没有问题 严格来说 但是他们的动机是希望大家将来自机移动 进行武装革命的 这个组织是有实行计划的 例如他们也向手足招手提供经济支援 令他们可以自力更新 将来再次反抗法国 法官就特别相信 这种说法就失去了手足原有的吸引力 而且也鼓励其他人写信给在囚的手足 就可以建立一个关系网 可以见到他们是有一个很长远的计划的 国官也特别提及到 这案子虽然已经是没有暴动的案件 但是人心就不会那一刻平和的 直到今时今日都仍然有人不接纳 香港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例如香港对缅甸的足球赛 有人在奏国歌的时候发出嘘嘘声 当中已经可见一班了 法官也都引述另一宗国安案件 延鹤施政那宗案就特别指出 被告也都同样年轻 行径也都同这宗案 即光成者这宗案是类似的 可以见到有人不接受香港回归之后的 这个叫献证秩序的 而至于辩方也都特别有求情提及到 他们摆街站而已 在街上也都很少途人经过的 但是法官就不认为 但是法官就认为 如果他们选择去一个人流较多的地方发言 摆十次的街站 那他们的煽动规模 即使他们的煽动规模不太大也好 都一样有一定的次数 并且也都持续地进行煽动 至于辩方也都提及在案发时 国安法那个教育展开 就刚刚才开始 不过法官就反驳了 被告明知国安法已经生效 从继续挑战法律 又指国安法没有定立严可的罪行 只是对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安等罪完成立法 即使法律生效之后 虽然对于这条法律的教育 才刚刚开始展开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给他们 无罪释放的理由 我相信国官都特别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就将这七人里面其中五人 判入这个教育所 进入教育所 相信他们也有机会好好学习一下 国安法的定立的原因和目的 总体来说 这七个人实际做过的事 只是摆在街站 呼吁人要武装革命 他们的行为虽然很轻 但是整件事情的情节非常严重 而判刑的时候 亦都特别考虑到 当中的五人 在案发时都未成年 所以我认为 判入教育所 真的非常合理 因此 我认为网民 不要再批评法官 说法官判得轻 而这七名被告我发现 就算去到判刑这一刻 他们的年纪当中有三个都还未成年的 只有十六岁 当中有四个都还未成年的 三个只有十六岁 还有一个只有十五岁 意思是说 在他们犯案的时候 很可能有部分人只有十三十四十五岁左右 年纪那么轻那么小 说真的 懂些什么 你说是不是要重判他 还有你又怎么能够重判得到他们 年纪那么小 可能你对我这种说法不同意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也要尊重法官的判决 也不要互乱在网上批评法官的做法 因为这位法官也是由国安法指定的法官 相信专业的意见就更加稳妥 对不对 好了 今节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